说到蔡绍芬和张静夫妇 堪称是模范夫妻的一个点半 两个人每次出现都甜甜的样子 总是腻外到不行 但其实他俩当初刚开始恋爱的时候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我们来听听看蔡绍芬自己讲 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 2003年拍摄电视剧《水月洞天》时 那年30岁的蔡绍芬 遇到了29岁的张静 但一开始对于张静的表白 蔡绍芬是拒绝的 张静接了两次的告白 都被蔡绍芬拒绝了 虽然当时自己也心动了 但蔡绍芬考虑更多的是现实问题 其实那时候对自己 其实也没有什么自信心 因为我害怕很多事情 我情愿我们保持距离会比较好 另外就是因为她也是住在内地的 而我住在香港的 我拍完一部戏了我都又走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又有张来了 我就有一点害怕自己 没有那种能力去保养那个关系 而我对爱情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人 终于张静的第三次真诚告白 打动了蔡绍芬 尽管在剧组里忙着拍戏 但她也会时不时地给女朋友蔡绍芬 制造点小惊喜 我刚刚跟她拍拖 她就把一张纸写留一些小甜蜜在里面 把一些字体 然后就塞在那个土地里面 她就说来来来 我带你看东西 我刚才有一个青花 小青花跑到那边了 然后我说真的 本想拿蔡绍芬最爱的小青蛙做借口 来给她一点小甜蜜 那料当天还真是天猪张进的 然后她说在这里 真的有一个小青蛙 那个是她没有想到的 然后她说对 就在这里 然后她说跳在这里 你看看她的脚下面有什么 然后我一找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开玩笑了 真的有一张纸 是什么呀 然后打开 你打开 她写一些甜蜜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我说 那个青花也是你布局的 她说那个真的是意外 张进对蔡绍芬是细心家贴心 大打烈烈的蔡绍 奉行的相处这道 则是无话不说 女人们通常最爱让另一半 做的猜猜猜游戏 在她们两口子那儿 压根是不存在 当然很多时候我也会提醒她的 因为我觉得作为女人 不要让男人不停地猜你想什么 猜你想要什么 我很聪明的 我经常跟我老公说 我喜欢那个包包 我喜欢那个东西 因为有就好了 我生日有就好了 然后就在那天有了 我就很开心 如果没有了 我也会觉得算了吧 她可能觉得太贵了 不仅自己想要什么都大方地说出来 对于老公的爱 她也是丝毫不掩饰 这几年更是背上了炫浮狂魔的名号 不过爱对她而言 就是要大师说出来的事 我真的觉得爱是要表达的 不是打就是你在嘴里面你要说 行动里面你要揍 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 你要不跟她说 要不做一些东西的话 你的爱放在哪 你爱是爱你自己吧 娱乐新天地上海独家采访不到